羽然成为姬武神,谈泪杀掉龚羽衣,唤醒了神殿中的贺血。 近日,由刘浩然和宋佐儿主演的电视剧《九州飘渺路》正在热播。 在最新剧情中,羽然终于得知,原来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是伯明克。 但是姑姑龚羽衣既然要和伯明克成婚了。 到了龚羽衣成婚那天,成婚的场地则是青州的神殿。 然而羽然也决定去神殿觉醒姬武神。 龚羽衣将伯明克杀害后,又把矛头指向了羽然。 姬野则不断地阻止来杀害羽然的守卫。 姬野马上就不行了,突然羽然跳起舞来,眼看羽然马上就要觉醒姬武神了。 谁知龚羽衣在身后给了羽然一刀。 羽然缓过神来后,他不想让姑姑一错再错了。 等龚羽衣死后,神殿中的贺血也都被唤醒了。 羽然也成功地成为了姬武神,但此生只能孤独终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